南岛冠政府所主办的南岛第一个普兰会 落后在中文新专业劳人店中 倾到很多民众都正在品上好的 其中主办团队所设计的黄金品名馆相受欢迎 因为在品名馆里面只要花100块 对我们喝到全台湾最好的比赛地 倾到很多民众正在参加 今年收集了19种 以我们鹿骨香的农会 它的特等查来讲一斤是30万 所以我们一般人是不可能 去买一斤30万的茶来喝 所以你来参加我们的黄金品名的活动 你就可以一次同个时间 喝到十种不同的茶区的特等茶 所以这个是非常值得的 喝了有十种的特等茶 感觉到说有北部的茶叶 到所有东部还有就是 中部还有其他各县市的特等茶 非常好非常值得就是 清香的有清香的那个香气花香 还有我们比较传统的那个冻底乌龙茶 非常甘醇 很好谢谢你们还有我们 阿里因为冬花美人有蜜香的那个特色 黄金品名馆已经随着 第一个普兰会办理了三年时间 对外收集的好地是一年比一年更多 都要出售中担调王子出 过收集来的好地总结效高达123万 南岛六国乡就提供每斤30万的好地 其他由当天欧阳帝 顶点构重比赛观众地 黄金品名我们今天是连续第三年办的 我们茶博会是办了三年 那黄金品名从第一届就开始办 那就是因为大家口碑很好 那刚开始的时候 我们才大概收集到十一种十二种 今天已经收集到十九种了 我在这里告诉大家 我们光成本就是这些特等茶 这些他们价格我刚刚讲一斤有三十万的 比较普通的也有一斤五六万的 这个成本就一百多万的 光这些成本不加人工 就是这些茶叶的成本 收集这些茶叶就是一百多万的 所以这个来这里核茶是绝对划得来的 现在今天普兰会 怎么在这星期就来结束 黄金品名管在七六至星期后最后四中 比平常好的民众 一定要好好地有机会 记者听彩虹报道